三十、明報 民國國曰香港如百人精奧運亞運為待遇不為政治 2015年7月9日講文 十三、明報專訊 香港足球代表隊增備中國足氣的海報稱有多種膚色 有層次 其實戰後香港華人球員增七絕咒 至小愛足球的學院講師李俊榮 花十多年時間收集資料 出書細說香港在五六十年代爭視亞洲足球王國的往事 當時有如百名技術超出的香港球員獲賞色 成為中華民國的國腳 昔日中華民國國腳多香港球員 據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李俊榮編寫的足球王國 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 1948年中華民國參加倫敦奧運 十八名球員中 十一人來自香港 1958年東基亞運會 中華民國奪貫 書中所在照片 球員穿著印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球衣 隊中有香港一線足球員亞叔林尚義 姚卓妍 羅北等 亞叔曾為中華民國奪貫居足記載 由1954年至1971年 總共有100名居住在香港的華人球員當選國 國腳出席卡運會 亞洲杯 奧運會 麥迪卡杯等賽事 李俊榮指出 當時香港球員拿中華民國護照出入境 英國民黨是大陸和香港人為中華民國人民 但是去到六十年代中期 左派勢力和足總P.E.V.人開始想阻止這件事情 直至七十年代右派勢力下降 左派開始掌控球圈更多資源 加上中華民國在國際上越來越被孤立 李俊榮說七十年代起就再沒有居港華人代表中華民國出賽 七十年代起末港人雖然港人為中華民國立下不小漢馬功勞 但是忍術球員指他們是為了難得出國的機會和優越的待遇而出戰 並非因為民族或政治認同而加入 指港球迷也有種族偏見重提中國足協稱港隊多層次的海報 李俊榮認為整件事其實頗奇怪 其實香港也充斥負旺敲敲 例如在球賽仍然有人黑鬼前黑鬼後稱呼外援球員 他們踢得不好會叫他們翻心水學渣活Z 他相信港人應值此事反思 自己有否真正包容不同膚色、種族和背景的人 今屆書展將從下週三起 一連七日在灣仔會展舉行 足時三聯書店書展推介新書之一 其他推介新書有十足香港 香港、楚昆仇盛、日佔香港的大宗生活、物質民身背後的原因等 我們來補充其中最好的一位 我們會提供的影片 感谢观看